又快到了学期末的时间了 玉丽高中电子商务科这学年度 邀请了两位夜师到校指导学生相关的行销课程 这学期不断与夜市交流 而玉丽高中将在12月20号这天办理 111学年度期末教学成果展 即国际班教学体验活动 学生们展现学习的成果 学生坐在电脑桌前 与同学讨论圣诞特卖及各科系的成果展 就是电子商务科的学生 每个学期都会有成果发表 透过成果来展现这学期所学习的知识跟技能 我们这次成果展刚好又遇到了圣诞节 也借由所学到的行销影片 剪辑技巧来推广当日活动贩卖的商品 这么认真的讨论以及制作海报影片 目的就是为了要在12月20号呈现 玉丽高中将办理111学年度 期末教学成果展计国际班教学体验的活动 在12月20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上日会贩卖松饼鸡腿盘还有玉米浓汤 地点在实习商店 然后欢迎大家有越购买 又快到了学期末的时间了 玉丽高中电子商务科这学年度 有邀请两位夜师到校指导学生 相关行销的课程 这学题不断与夜师交流 终于在12月20号这天展现学习成果 记者高双双玉丽震采访报道 来吧 谢谢大家